教室里考生正比集书 全都为了极尽公职窄门 但过去的铁饭碗 如今难道光环不在吗 公务人员离职率连年攀升 从2012年0.72% 约2500人 两年后一举突破了3000人 创下五年来新高 2016年离职率更攀升到0.86% 今年截至8月 也有1600多人出走 这场专家就认为 蔡政府年改让福利紧缩 是一大主因 他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18%了 可是他会想说 那未来会不会越改越窄 那如果说今天碰到一个 相对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他就会思考到说 那我是不是转换出去 暗于年纪自身公仆 转职困难只能无奈接受 但高学历的年轻公务员 越来越多人出走 就是看准明间企业 发展与升迁机会 都比工部门高 可能他们进去之后才发觉 因为学历高 但是去外面可以做更好的工作 可能有点乏味 或者是薪水跟不上时代吧 尽管赖魁喊出明年调薪三% 但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 反而不受年轻人喜爱 反光一般企业 新鲜人起薪 重返27K 创下七年来新高 工部门各项条件都不再诱人 也难怪贴饭碗光环 逐渐退去 这样个网负名调不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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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